另一起案件也是鋪數迷了 我們來看到前年 臺北市信義區發生了一起事件 這是一個黃金負傷 被搶劫了三千萬元的事件 好 結果檢查發生了 就發現了案外案 懷疑這個負傷呢 他其實從事是地下匯隊 大概一千五百萬 才會被黑吃黑 也因此起訴他違反了銀行法 台北定員今天早上開庭 他親子出庭 也請律師來幫自己辯護 表示自己真的只是單純的被害人 是檢警誤會他了 就是說圈內有些檢方所起訴的 一些證據資料 我們今天是沒有看到 穿著白襯衫 首搭在律師肩膀上的男子 就是黃金負傷圖成文 他前年在臺北市信義區 被搶劫三千萬 結果爆出案外案 他被檢察官一違反銀行法起訴 因為涉嫌和中國進行 地下匯隊高達一千五百萬元 官證據的調查的部分 也是等下次停機 我們才會做出 十九號上午九點半 圖成文親自出庭大聲喊冤 認為這誤會大了 因為檢警質疑他從事地下匯隊 但他強調他只是使用地下匯隊的人 不過檢方懷疑他私下和業者聯絡 詢問對方今天多少 什麼時候來收 交易前再三確認查驗身份 但圖成文則強調 他是做黃金買賣才被搶 不過檢察官不踩信 才會依銀行法和誣告罪起訴他 大概狀況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覺得你又可能被涉局 護超被搶劫的女駕駛 每次出庭都不願多說 不過他卻是最關鍵的人物 因為究竟是黃金負傷被搶劫 還是嫌疑犯地下匯隊被黑吃黑 架先爭操的謎團 通通都圍繞在他的身上 記者臺北周回報道